哈喽姐好,欢迎来到黑白夫妇频道,我是目前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这间小伙伴推荐给我的一期 发生在北京的曹冲称相的案子 这个案子呢还是并不复杂 但是我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还是挺有感慨的 当然这一部分我还会在最后和大家去细说 那么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事情发生在北京市东城区 2003年4月5日,北京东城警方接到了一名收费品的女士报警 称其在东四七条一处垃圾站内发现了人体残肢 据该女士说,当天她正在该垃圾站拾荒 结果就看到了两个黑色的塑料袋装得很满,也很沉 出于好奇,她就用钩子勾破了一个,想看看里面是什么 但是她没想到的是,袋子刚破,从裂口处就划出了一双手脚 当时就给拾荒女士吓得差点背过去 警方接警后立刻赶到了现场 经过勘察,发现整个垃圾站内相似的黑色塑料袋共有四个 里面也都是残肢,共计16个大的部分 后来经过法医拼合鉴定,遇害者为一名20岁左右的女性 发现的部分中有害得 但是躯干部分尚有残缺,其遇害时还戴着隐形眼镜 为尽快侦破此案,警方立刻兵分两队 一队继续对残肢进行勘验,挖掘更多破案信息 另一队在开始进行走访征询,看是否有知情人或者受害者家属能够提供线索 先说勘验的一队,警方通过现场勘验 发现这四个被找到的塑料袋并非同时抛弃 而是分别处于垃圾堆的不同高度,互相之间被大量其他垃圾填充 这说明凶手是分次进行抛弃的 而多次抛弃都来同一个垃圾站 这说明凶手应当是初犯,其行凶地点应该也与垃圾站的位置并不远 除此之外,这四个黑色的塑料袋并非是常见的垃圾袋 而是一种超市专用的购物袋 在当时全北京这种塑料袋仅供华浦超市和物美超市使用 而就在这个垃圾站不远,就有一家华浦超市,长阳门店 另外,除了塑料袋的线索,警方还发现 遇害女子的身上并没有打斗的痕迹,故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而且在塑料袋内,警方还找到了一张包裹残枝用的报纸 该报纸上有一则招聘广告有勾画的痕迹 这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注意 因为该招聘单位就在朝阳门华浦超市的楼上 据此线索,警方立刻对该单位及周边进行了仔细的秘密排查 先后调查了一百多人,但是始终没有后续的进展 正当排查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时 负责走访征询线索的警方也有了重大发现 在塑料袋被发现的三天后,4月8日 一名男子找到了警方,说自己的女友前几天失踪了 其年龄及体貌特征都与遇害的女子相似 据该男子告诉警方,自己与女友是在4月4日上午有过一番争吵 吵得比较厉害 后来大概在上午10点多,女友离开了家出去了 直到晚上,男子都没有见到女友回来 出于担心,他曾给女友打过电话,但是发现对方关机了 因为两人过去经常吵架,女友也经常会离家出走 电话关机,甚至有时候会堵气去朋友家住一晚 第二天再回来,所以男友当时也并没有太在意 但是时隔两三天,女友的电话始终关机 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他的消息,所以才无奈选择了报警 警方通过男子的描述,认为受害人是其女友的可能性极大 但是由于受害人已经被曹冲称相了嘛 警方怕男子直接辨认,万一不是其女友,会白白造成阴影或者精神上的伤害 于是警方请男子先提供一张其女友的近照,让法医进行初步的对比 结果,法医对几个关键位置进行对比后,发现相似度依然很高 于是警方才终于请男子来到了受害者面前 而男子也一眼认出,该女子正是他的女友 由于相关报道对男子及其女友,也就是受害人,都使用了化名 所以我这里就直接沿用了 男子化名为徐某,遇害的女子化名为余慧 此时的警方立刻汇总了两对人马收集到的线索 受害人为余慧,4月4日上午主动离家后失踪 凶手可能是熟人作案,而且可能是初犯 通过其使用超市购物袋,勾画了招聘广告的报纸 也说明很有可能他是临时起义,而并非蓄意为之 故此,警方得出了一个结论 很有可能是余慧和往常一样,和徐某吵架后离家出走 主动跑到了某位朋友家借住 结果不知道因为什么,被其朋友临时起义,行凶遇害 而如果是这样,那么余慧出门前后 必然会主动联系某位朋友商议借住的事宜 所以他出门前后的通话记录 很可能就会指引警方找到凶手 于是警方立刻调取了余慧的通话记录 果然在其离家出走后的10分钟左右 有过一个播出记录 但让人惊讶的是 该电话并非是余慧任何一位女性闺蜜 而是一名男性,方永新 徐某得知此事后,下巴都惊掉了 惊得并非仅仅是因为男性 而是这个方永新他认识,是他曾经的一名同事 徐某告诉警方,方永新曾是自己的同事 早在2002年12月中旬时 单位的几个同事一起吃饭团建 当时徐某就将余慧也带了过去 方永新因此与余慧相识 在饭桌上两个人就聊了不少 还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但是后来,徐某就没印象余慧和方永新有什么联系了 但可疑的是,在4月8日早上 也就是徐某报案的当天 方永新曾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有的没的聊了几句就挂了 警方问道,他有没有提到余慧啊? 徐某答,呃,没有 闲聊了两句就挂了 据此警方认为,余慧出走后联系了方永新 而在案发后,方永新又突然给徐某打来了这么一个没有意义的电话 这说明很有可能方永新就是凶手 或者至少也应该是知情人 打来电话探听虚实的 于是警方立刻对方永新的住所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其住在东四五条 距离发现塑料袋的垃圾站非常近 而且,其刚刚在华浦超市长安门店楼上的招聘单位入职不久 综上,警方认为方永新存在重大嫌疑 于是立刻对其实施了抓捕 4月8日当天,晚上8点多 警方来到了方永新租住的房子 将方永新抓捕 同时还在其屋内找到了余慧的手机和背包 被捕后的方永新没有做任何反抗 面对审讯,他坦言凶手就是自己 据方永新告诉警方 自2002年与余慧相识之后 余慧就经常主动给他发短信 打电话,有时候能连续聊好久 4月4日那天,余慧打电话和他说 和徐某吵架了,心里烦 想让方永新陪他出去逛逛街散散心 方永新一直就对余慧抱有着窝窝绰绰的想法 眼看对方主动送上门了 于是他就赶紧答应了 两人见面后就逛了街,吃了午饭 但余慧一直没有提要回家的事情 方永新认为,这或许是一种默许 于是就提议去他家里做客 余慧当时并没有说同意 但同时也没有拒绝 只是直愣愣的站在他旁边 于是方永新打了一辆出租车想试探一下 结果发现余慧上车后只是坐着 并没有说要回自己家的地址 方永新见状心领神会 于是报了自己家的地址 带着余慧回了家 进门后,方永新并不想显得很猴急 于是又和余慧简单的聊起来 打算一边聊一边上手 结果余慧却开始特别委屈 和他大倒苦水 说自己和徐某在一起生活特别没意思 在银行上班的工作也特别没意思 整个人每天都浑浑噩噩的 了无生趣 对于有些人来说 或许会觉得余慧很单纯 在拿方永新当男闺蜜 在倒苦水吐槽 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或许会觉得余慧并不单纯 这是在向方永新求安慰 那为防全师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 见仁见智吧 因为在方永新眼里 他独出的是另一种意境 在方永新看来 余慧出生的家庭条件非常好 自己在银行上班是个白领 男友徐某也是工作稳定 生活无忧 而自己呢 父母是农民 家里穷的叮当响 自己的工作也是很不顺 工资低不说 为了找份工作 变头简利 费了好大的劲 才刚刚找到工作 如果余慧觉得工作生活都没意思 那自己岂不是都不配活着了 于是他面对凡尔赛的余慧 突然兴致全无 反而充满了愤怒 他当时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既然你觉得活着没意思 那我就送你上路吧 于是他趁余慧低头自怨自艾 突然抽出了皮带 勒住了余慧的脖子 余慧随后遇难 后来他想着白天处理余慧 难免不被人发现 于是索性就在屋里睡了起来 傍晚醒来后 他去超市买了刀和一些大的塑料袋 将余慧进行了处理 然后在晚上 分别将四个垃圾袋 扔到了离家不远的垃圾站 另外一些躯体的部分 装进了一个旅行箱 抛弃到了积水滩附近 那这里呢 我说一句题外话 我从小呢 就住在积水滩附近 这三个字怎么读 我还真在网上没有查到确切的说法 但是从小 我们这边的北京人呢 都叫积水滩 所以大家就当做当地文化 不要因为读音纠结了 后来 根据方永新的指认 警方在其家中 挖到了其使用的刀具 上面残留的红色 检测到了余慧的DNA 于是人赃病祸 此案告破 虽然方永新在审讯时 坦白得很痛快 但他在法庭上 却改变了口供 他在法庭上说 余慧到他家后 是自己自愿自艺后 对生活绝望 于是用皮带勒住了自己 直到弃绝 何永新只是害怕警方 如果发现余慧 自己会说不清楚 于是才无奈地将其处理后 进行了抛弃 之所以在审讯时 承认自己行凶 是觉得自己处理余慧之后 心里存在阴影 想通过承认行凶的方式 也结果了自己 免得受到煎熬 但是在法庭之上 真的面对刑罚 自己觉得 还是应该讲出实情 然而 对此 法院却指出 根据科学常识 以及无数的实力证明 在没有外力协助的情况下 人想仅靠自己 将字节勒到弃绝 是绝无可能的 故此对何永新的翻供 没有进行采信 2004年4月29日 何永新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了死刑 之后 其被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至此 此案完结 今天这个案子提到的几个地方 其实离我们家都不远 出门的时候 经常都会路过 所以讲完 其实还是挺感慨的 从塑料带被发现的情况来看 其实是挺有一种 刁碍轻暗的感觉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 这让我呢 又深深的感触到 其实我们离这些恶性的事件 真的并不远 可能你每天都会路过的一堵墙 或者呢 是一个电线杆 他就曾经见证过 很多丧心病狂的事情 所以呢 大家还是要多多保持警惕 注意安全 另外 关于案情 余慧在吵架之后 主动联系了方永新这事 到底是否有意出轨 我们在此呢 先不做揣测 但我想说的是 夫妻情侣之间 吵架呢 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大家吵架 生气归生气 一定还是要坚持一些原则和底线 不要因为一时的愤怒 就去过度的放纵自己 毕竟日子之后还要接着过嘛 一旦一时冲动 涉及了原则问题 突破了对方的底线 那这份感情多半也要开始崩坏了 而关于方永新 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觉得 他的脑回路多少有点不太正常 但其实像他这样脑回路不正常的人 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 所以在职场中 校园里 甚至是在街头巷尾的闲谈当中 保不齐我们的哪句话 就会在无意中被某些人曲解 然后得罪了对方 所以呢 我也想借此提醒大家 出门在外还是要谨言慎行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或许我们不会因为一句话 招来杀身之祸 但是我想在诸多的小伙伴中 一定有因为说错了一两句话 穿了很久小鞋的 广知世事休开口 纵会人前指点头 假若连头拒不点 一生无脑也无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视频 欢迎点赞 关注和转发 段谈评论 私信与我互动 感谢大家的支持 黑白夫妇 愿暴力尽灭 团与安宁